胃癌案例 二日出院后 做了三次化疗 胃口与体力越来越差 胃敢下坠 恶心 反酸 暖气 开刀部位一动就抽痛 夜间难以安眠 整天躺在床上不想活动 11月24日 我接受了在原始点当志工的外甥的建议 到工艺站接受条理 志工建议我调整作息 早睡早起 保持良好心态 每日喝姜汤 长时间温敷 多吃温热食物 借寒凉饮食及保健品 并接受适度按推及运动 刚开始全身按推时 五一处不痛 爬楼梯运动时浑身没力气 五层楼歇了三次才爬完 姜汤很辣 喝了胃不舒服 红豆袋很沉很重 一度想放弃 但是志工们的鼓励和耐心督导 让我咬紧牙坚持下去 一周后身体有了明显变化 睡眠食量改善 恶心反酸暖气逐渐减轻 体力也增加 六层楼能一口气爬完 将近一个月的条例 喂的不适感都消除了 开刀部位不再抽吐 睡得着 吃得香 心情愉快 体力增强 一口气能爬六层楼六趟 原始点把我从鬼门关拽回来 我深深地体验到 原始点五大方向的意义和重要性 日后定会认真落实并推广 希望更多病患能受惠 由衷感谢原始点志工们耐心的鼓励与指导 感恩张医师研发原始点医学